最後來看到這個DASK VIEW P5的部分 最後來看到這個DASK VIEW P5的部分 它的試波器就只有這兩種 就是一個直方圖 然後一個Waveform 就是這樣 然後它的這個Waveform 我覺得它看起來有點虛 雖然形狀是正確的 就是非常線性 線性 接著我們來看到這個DASK VIEW P5的試波器 那它的試波器就只有這兩款可以看的 沒有那個Vectorscope 也沒有其他的 就是這樣子 最後來看到這個DASK VIEW P5的部分 它的試波器就只有這兩種 一個是直方圖 一個是Waveform 就這樣 然後它這個試波器呢 我覺得它看起來有點虛虛的 就是看起來有點像雜訊的感覺 就是訊號我覺得不是很強 所以就看起來虛虛的 不太明顯 就是不是實線啦 好像是虛線的感覺 那雖然形狀是正確的 但是它一樣 高光 高光不會炸 那最後來看到這個DASK VIEW P5的部分 那你看看 它就只有這兩款試波器 可以讓你看 就是一個直方圖 然後一個Waveform 就這樣 然後這個Waveform呢 我覺得它的顯示的 有點虛虛的 有點像是雜訊的感覺 就它不是實線 它有點虛虛 然後就這樣亂跳 有點像雜訊 就不知道到底是怎麼樣 反正訊號有點弱 然後呢 它一樣 有一樣的問題 就是高光永遠不會炸 然後 暗部的地方 大概IRE5左右 就已經先Clip 就已經先死黑 一樣開尾色彩給大家看 好 微色彩在這兒 你看高光不會炸 暗部直接炸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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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